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就是娛樂 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沛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帥哥美女 來到我們的攝影棚現場囉 首先要介紹的就是我們的 美閒志 哈囉 大家好 接下來要看看一位美女 來介紹我們下午是芝芝 哈囉 大家好 芝芝 好 當然我們做菜的部分呢 我們今天有請到專家來現場 就是我們的柯俊年柯老大 大家好 我是柯俊年 健康的部分就交由我的好朋友 我們的營養師劉怡玲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想要問一下閒志跟這個 芝芝是同一間公司的嘛 對 那你們兩個私底下熟嗎 是算熟的 因為我們之前有一起拍戲 有一起拍戲就對了 對 但是聽說閒志自己是金門人 金門其實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金門其實美食蠻多的耶 蠻多的對不對 對 然後呢 自己會下廚嗎 以前會 但是這幾年比較少了啦 就是因為現在自己住外面 有時候你分量抓不準 有時候然後有時候拍戲 你一做他可能就放就壞掉了 所以現在就比較不敢做 對 最近比較少做菜 但是還蠻勤練身體的好了 真的 你看他的胸部 你看一下他的側面 你看一下側面 這句話好厚實喔 就是 是會動的那一種嗎 還在讓他訓練他會動 所以男生的胸肌要會動 是要循序漸進的 對啊 就是你要練到有肌肉 他才會...就是越來越大塊 他才可以動 不然芝芝你幫我check一下 有嗎 有 那因為我們今天是要來做菜 兩位來PK 你們兩個自己覺得誰廚藝比較好 我沒有吃過他煮的東西 我也沒有 可是我前天才問芝芝說 你是不是蠻會煮的 他就跟我講說我還蠻會的 所以我... 還可以啦 這次上次來節目煮什麼東西 我有點不記得耶 上次是甜湯 甜湯是不是 就還蠻適合你會做的東西啊 但你應該很久沒下廚 你有可能... 對 我覺得可能擔心會有點生疏 但今天就試試看啦 試試看 對 那當然我們今天要來做菜之前 我們要先來關心一則飲食新聞 這新聞是這樣子 因為很多媽媽在家裡自己做菜 尤其是油炸東西 但你有沒有發現 你要起一鍋油鍋 然後炸東西 無論你是要炸可樂餅 或者你要炸雞塊 炸完之後那一整鍋油放了 就覺得好浪費 那這個油到底要怎麼辦呢 其實有一個小方法 就是把你家的剩飯拿出來就好 到底怎麼辦到的 來看一下 其實底下也渣渣了 來來來看仔細 塑膠袋裝的是使用過的回鍋油 顏色暗沉又混濁 家庭主婦捨不得丟 現在有妙招 可以讓用過的炸油變清澈 回鍋油變清的關鍵就是剩飯 白飯丟進熱鍋裡油炸 接下來的畫面沒有剪喔 一鏡到底 你沒看錯 原本充滿雜質的回鍋油 真的越炸越清澈 有真的油比較乾淨 可是它沒有辦法像原來那麼乾淨 把吸附雜質的剩飯過濾出來之後 炸過白飯的油 和原本的回鍋油比一比 回鍋油原本暗黃的顏色變淡了 混濁的雜質也幾乎都看不見 更神奇的是 竟然連質地都改變 粘稠的回鍋油像新油一般 吸如水 澱粉它有一些空隙 然後它把這些雜質 吸附了到它的空隙裡面去了 對 所以這個油它就變清澈了 剩飯雖然然讓回鍋油變清 但專家也提醒 炸過魚的油因為有腥臭味 最好別再使用 而使用回鍋油也不能重複三次以上 另外舊油混心油更是健康殺手 你在家裡的話就是 直接拿來做炒菜用的油就好了 就不要再重複的去使用它 因為這個油它會比較容易裂變 這個專業部分就要請教一下 柯老大到底是什麼原理 其實你只要用澱粉就可以 並不一定說飯 你就是弄一個麵糰進去也可以 因為它就是把那些渣渣黏在一起 把那個全部的渣渣黏在一起 外面的話 我自己認為 家裡面的話不要說節省 就是那個油已經髒的話就丟掉 對啊 對 就不要再用了 你又不是在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話他們有就是說 像一般來講那種連鎖的 連鎖店那個專門油炸鍋 那油炸鍋它有一個過濾的 它有一個專門過濾的 一直循環過濾 對 然後它有一個柿子 來測酸價 什麼叫測酸價 酸價就表示它的新鮮度 新鮮度 對 它有一個變質 然後那個柿子每一天測 每一天測 有的嚴格一點就是 一天測兩次 像那種大型的那個素食店 它有時候會一天測兩次 對 所以這個油它是 而且又是高耐炸油 一般會這種原因的話 第一個 應該它不是高耐炸油 才會這麼整 就是我們之前做試驗 我們建議那種回鍋油 最多最多就兩次 所以柯小道提到最好一次都不要 一次弄完就盡量不要了 油很便宜 所以其實通常油 有在講說是發煙點 就當一旦油如果你經過高溫 然後它發煙之後 其實就開始裂變的意思了 所以我們是鼓勵大家 不要大火快炒 因為不要把油弄到整個 一直發煙 一直發煙 那你的油就變質了 所以你其實炸東西你會發現 其實它是一直有煙的 會一直有煙 可是媽媽就會這樣 你會節省嗎 因為你到了油了之後 油譬如說你在家炸個豬排 或是什麼炸排骨 我們家也滿常 有時候我媽會想說 就炸個排骨給我們吃 那油其實要用滿多量的 但是清澈不代表它安全 是嗎 就是說它雖然吸附雜質 可是它本身其實它已經 酸價已經都沒有達到標準了 所以其實不見得是安全的 所以其實油不貴 所以家庭主婦還是不要省 最多就是兩次已經緊封了 對 已經緊封了 吃進去都拿不出來 你會換一個新的 是… 好 然後今天我們兩位藝人 閒置還有芝芝要來PK 我們今天PK的主題是油飯 但提到油飯 其實很多人都想說 我們尤其是過年又快到了 我們常常去外面就是會有 紅旋米糕 紅旋米糕什麼的 油飯就是在外面買現成就好啦 因為通常炒油飯是不是 就是要炒出好吃的油飯其實有 那個很功夫 很功夫 第一個那個米要浸泡過 而且浸泡的時間就是在一個小時 不能過長也不能過短 你太長的話那米炒出來 那個米粒就不成形 然後它就會變成越來越黏 大概就是泡一個小時以後 然後呢邊炒邊灑水 乾的喔 所以你越炒越重 越炒越黏在一起… 這是傳統的那個油飯的炒法 那這種油飯的很Q 很好吃 很耐放 但是如果現在我們在外面市面上買的 一般沒有那麼大的功夫 大概就蒸一桶糯米飯 煮一桶滷汁 然後呢 兩個在一起 拌在一起 是…這樣子喔 現在幾乎都這樣 這樣它比較方便 比較不會失敗 就是分兩桶就對了 對…但是這種拌的話 很容易壞掉 很容易壞掉 一般炒的話 炒得現在幾乎家裡面就是 就是媽媽才會去炒 一般很少這樣 那個炒完那個手都有傷口 因為我每次跟我媽order說 我想吃炒油飯 我媽說我都有媽媽手 你還沒order炒油飯 你自己去外面買比較快 對 但是在家裡炒的真的不一樣 家裡炒的真的很好吃 而且這麵形都很Q 然後有香菇的香味 真的很好 好 那今天兩位藝人 就要用油飯來做PK 兩位都各自準備了一道菜對不對 閒置今天要來為我們 PK的是什麼料理呢 我今天為大家準備的是 透抽油飯 西班牙菜 透Q 透Q加油飯 對… 看起來很厲害 美味 妳滿特別的 但是你不應該加辣椒 這應該是我們製作單位找的圖片 對 因為有小朋友 對… 對不對 把辣椒拿掉 好的… 那茲茲呢 我要做的是清蒸小油包 可是可能不是像這樣子的豆腐皮 OK 對 好 我們今天的四位小小評審 我們來介紹一下 歡迎STAR YEAH Steve 榮榮 YEAH 還有樂樂 YEAH 好 趕快來進入我們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賽 美女芝芝要先來幫我們做這個 清蒸小油包 要用到的食材有哪些呢 有油豆腐四個 油飯一碗 番茄醬兩大匙 還有細砂糖兩大匙 好 我今天派了兩位小幫手給你 分別是榮榮還有STAR 請他們幫你拿東西 好 你們可以幫我拿嗎 可以 拿油飯 知道油飯長什麼樣子嗎 還有油豆腐 油豆腐 番茄醬 喜歡番茄醬嗎 好 GO 謝謝你們 謝謝 知道嗎 我看什麼 番茄醬 好聰明喔 小朋友對番茄醬聰明幹什麼 小朋友是吃番茄醬配食物 油飯 好聰明喔 油豆腐嗎 油豆腐在哪裡 對 油豆腐 這方形滿亂的 太棒了 謝謝你 所以我們有油豆腐 番茄醬 好 還有油飯 那STAR 哥哥 你把車台拿去停快點 好 謝謝 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其實這個料理還滿簡單的 我們先把它挖一個豆 這個人會做菜 看他拿刀就知道 真的耶 看拿刀的手勢就知道 然後跟下刀的那個感覺 就知道這個人會不會做菜 好的 然後因為我現在切了一個方形之後 我還切了一個叉叉 因為這樣子會比較好挖裡面的料出來 好 好 把這個 謝謝 他挖得很漂亮 把這個 對啊 所以我看他拿刀知道 他會做菜 平常有在做菜 對 所以他就等於是用油豆腐 把它弄成一個器皿就對了 對 就有一點點像棺材板的那種感覺 棺材板的感覺 那就懂了 棺材板是用吐司 對 好 芝芝現在在我們的談話過程當中 快速的 已經把兩個油豆腐給掏空了 你看他弄得很整齊很漂亮 對 你是不是A型的 我是耶 你看他挖得很漂亮 很漂亮 很整齊很漂亮 很美 你看做菜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整齊 真的 他就是很按部揪班來的人 對 好 然後這個完成之後咧 我們就要把這個跟油飯 拌在一塊 這個還滿特別的 對 你油飯有一個最大缺點就是 你熱的時候很好吃 但是你乾掉以後 油飯是硬的跟什麼一樣 真的 不能吃 對 所以那油飯的保濕很重要 你要再重新覆熱那個保濕很重要 油飯要怎麼樣保濕 一般來講就是重新蒸這一回事 對 那像他現在這樣做的話 他利用 我之前講過嘛 豆腐是固態的水 對 會出水的 對 用豆腐來幫它保濕 蔬菜也可以當水 也可以 還有就是等一下的做法也是 用一些動物性食材 然後去浸泡 了解 好 現在芝芝是把這個油飯 跟油豆腐把它混合在一起 就是我們科老大所謂的保濕 因為幫他做一些 讓他有一些水分 對不對 好 今天既然我們有用到的食材 我們就用食材來出個題目 來問一下閒志 還有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豆腐家族品項很多 但有一些豆腐的製品 熱量很高 豆腐家族品項很多 但有一些豆腐的製品 熱量很高 下列何者熱量最高 A 炸豆皮 B 白葉豆腐 C 油豆腐 哪一個熱量最高呢 我覺得應該是炸豆皮 炸豆皮 因為 真的嗎 因為 豆腐 白葉豆腐跟油豆腐 我自己的想法是 它都是 反正就是豆類做 它比較 它沒有再經過太多的那個 就是 你確定 炸豆皮看 炸豆皮很單薄耶 白葉豆腐很紮實 可是因為它會吸很多油吧 對啊 它會吸很多油 而且你在煮的時候 它會一直 它也會吸附很多的那個 就是 湯汁或者是 真的嗎 我覺得啦 真的喔 你知道我們這個攝影棚規定 就只要是小鮮肉油 練肌肉 然後就要脫喔 真的假的 對啊 還是你很想脫 沒有啦 你要不要拿油豆腐 要不要 油豆腐 好... 炸豆皮 炸豆皮 好 恭喜閒置答對了 給你幫我們解釋一下 我這邊有一個熱量表 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大家都覺得豆腐很健康 但是比如說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這種豆腐皮 其實炸豆皮它是豆腐皮下去油炸 它其實原本的熱量就已經200 可是如果再加上油炸之後 它可能就會跳到快300大卡 對 所以同樣重量下 其實炸豆腐皮 其實它的熱量其實是很高的 但是特別提醒一個 就是看似無害 很單純 可是每個人都會點它 比如說你吃滷味的時候會點它 因為百葉都變起來很純潔 白白的 或是你吃火鍋的時候會點它 但是事實上 它真的在豆類裡面 它算是數一數二熱量高的 所以很多女生都不知道 為什麼自己會變胖 她會覺得我吃滷味 對 我都吃素 我都吃豆腐類的東西 尤其只有吃百葉 對 所以其實百葉它的 因為本身 如果你真的不相信的話 在百葉的包裝的後面成分 你去看 其實除了豆類之外 它裡面有很多的像棕櫚油 或甚至有一些是沙拉油在裡面 浸泡在裡面 我曾經看過 大概像盤子大小的 這樣的百葉大概就1000多大卡 對 所以其實它熱量非常的高 然後另外油豆腐其實 因為它油豆腐其實也是油炸的 它的油脂相當於等於 五花肉的油脂 所以它的油脂含量也非常高 所以前幾名其實要特別注意 比較安全的像是我們一般的 傳統的板豆腐 問題是板豆腐就沒有味道 或是會吸附湯汁的所謂的凍豆腐 凍豆腐也OK 就是你只要煮火鍋 用凍豆腐的話 把豆腐都算安全的 可是凍豆腐如果丟到麻辣火鍋 吸附湯汁就不行 好好吃 因為吸附油脂就另當別人了 然後另外雞蛋豆腐 雞蛋豆腐比較不像豆腐 因為它大部分其實我們比較偏向於 是雞蛋的營養成分 所以其實要注意的 其實除了炸之外還有百葉 但是傳統的百葉 我想那個科考大家應該知道 傳統的百葉其實我們稱為千章 就是它是一層一層一層的 那個其實沒有油炸過 沒有泡過油的 其實相對來講 它熱量就會比較低 所以如果真的要吃百葉 你可以選擇 我們現在吃的都不是傳統百葉豆腐 現在吃的都是 就是裡面會有一些含油脂 對 加工好的那一種 對… 但是油脂是看不到的那一種 就是它如果純粹只有黃豆的話 就不會有這麼好的口感 對… 就這樣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像派皮 派皮會酥脆 就是因為油脂 是啊 對啊 它會脆的話 良心一點是用油脂 那不良心的可能就用其他的 所以我就說食物這種東西 你如果要吃原型食物 當然是有益好 沒良好 你如果要吃起來口感好 那麼吃起來又很滑口 那一定有加一點有的沒的 不然你怎麼可能做出那樣的東西 所以有的人吃那個… 吃那個什麼燒賣 對 一吃爆漿 其實上就是爆油 對 爆漿就是爆油 大家學到了喔 好 吃吃剛剛是把這個豆腐 對 剛剛挖出來的 對 然後跟油飯混在一起 你看 好漂亮喔 很可愛 變成一顆球 對 小雪球 對 但其實小朋友如果喜歡 你可以做成愛心 或是什麼有的可愛一點的形狀 了解 怎麼覺得這個有點像獅子頭的感覺 對 差不多就是這個概念 然後你就把那個獅子頭 給它放到中間去 中間 這樣比較美觀一點點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感覺好像半家加久喔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它拿去蒸 對 外鍋幾杯水蒸多久 外鍋 應該是半杯水就可以了 半杯水就可以了 因為它都是熟的食物嘛 對 因為油飯是熟的 對 然後我們油豆腐也是熟的 所以我們只是附熱而已 所以一般來講半杯水 半杯水大概就10到15分鐘 了解 好 我們就把它送進邊鍋蒸 蒸了10到15分鐘之後 就出爐了對不對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然後上面就可以放一個點綴 對 妳剛剛在外面做的這個 其實是妳把豆腐的那個部分 是在嘗到底下去了 所以如果是我們現在蒸的這個的話 蒸出來的話 它上面應該是會有一些豆腐的 豆腐的顏色對不對 都兩種方法都可以 它這樣的話是兩種口感 對 更好 我還滿想吃的 對啊 可是我們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要傻一個小朋友 最喜歡的就是番茄醬 不要啦 不要加醬 醬熱量比較低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就滿好吃的 真的嗎 因為其實油豆腐它本身就一定會到 你們要加番茄醬在上面嗎 要嗎 要加番茄醬嗎 要嗎 要 大家都要加番茄醬 榮榮要加番茄醬嗎 加甜甜的番茄 不要 果然是從小就知道養飾 那妳要嗎 要 番茄醬要多一點嗎 沒有 適量就好了 有一點味道 好 那妳幫我們弄一個 自製的番茄醬 好的 我們就需要番茄醬跟砂糖 然後還有水 對 要調稀了 對 好 砂糖大概一大匙左右 是跟水 等比例 1比1就可以 1比1比1 對 調太稀的話就變成水狀 它沒辦法去附著在上面 對 我個人是覺得這樣就可以 或是加甜辣醬 甜辣醬是大人吃的 甜辣醬 因為有辣是大人吃的 甜辣醬是大人吃的嗎 差不多 好 而且小朋友吃 今天用油豆腐 剛好補充蛋白質的部分 因為我一般油飯 幾乎沒有什麼蛋白質 對 而且如果你要當 一點點肉絲而已 不是 我問比較極致的 伊莉 油飯到底有沒有營養價值 對啊 好 如果真的要講它的營養價值 確實有 因為第一個 有嗎 有啊 因為它是澱粉類的東西 對小朋友來講 其實它最後它有轉變成葡萄糖 它其實是我們身體腦袋需要的 只是說因為它的澱粉 其實因為它糯米 所以其實它是偏向於資戀澱粉 它會容易讓餐後血糖 確實比較容易上升比較快 而且容易脹氣 所以糖尿病人 可能在吃的時候 我們盡量控制一餐大概半晚 可是如果小朋友沒關係 因為他正在成長發育 但是因為油飯蛋白質少 所以相對我們希望肉絲多一點 或甚至於裡面的一些 比如說像有的人會放蝦米 或是放一些香菇 魷魚這些 比較不能消化是魷魚 所以你有時候吃完那個油飯 其實飯後你可以吃一點水果 幫助消化 以理 這些話應該是要對商家講 老闆 麻煩肉絲多一點 香菇多一點 要照顧我們的健康 對 好 你會做一個甜辣醬版的給我嗎 甜辣醬 這就是小朋友版的對不對 這樣就好了 對… OK 這樣就好了… OK 吃吃的這道料理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 梅閒志要端出什麼好食物 要來吸引小朋友囉 好 今天帥哥梅閒志 要來幫我們示範的是 透抽油飯圈 要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有大透抽一尾 我們買的果然很大 薑絲適量 米酒一大匙 味淋一大匙 醬油兩大匙 九層塔少許 還有油飯一碗 派了兩位小幫手給你 Steve 還有樂樂 好 請他幫你拿東西 Steve 等一下幫我拿油飯好不好 油飯 還有薑 薑知道嗎 樂樂你幫我拿九層塔好不好 樂樂你知道什麼叫九層塔嗎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九層塔 阿哥 你知道 那你要去那邊找 跟這個一樣的東西喔 好不好 你幫我拿好不好 來 Yeah Go 好 去拿… 來 車子趕快拿出來 車子有沒有擋住它 樂樂很厲害 對耶 對啊 那薑在哪裡… 薑咧… 一隻… 太厲害… 謝謝 很厲害耶 對啊 非常的厲害 樂樂剛很可愛 你可以幫我拿九層塔嗎 可以 那你知道九層塔是什麼嗎 不知道 好 油飯有了 九層塔還有薑都有了 好 看到套餘跟薑絲 就來一個那個醋 醋草薑絲 是不是 那個最棒的 那個最好吃 莫名其妙這個吃好多好多好多 炒完了以後加點九層塔 對 因為你會做菜 不能給你做那麼簡單 對啊 還有也要考 順便 我在這邊也順便可以教大家 怎麼樣處理這個套餘 對啊 因為今天 現在我們老大在現場 不然就老大先來幫我們處理一下 套餘 套餘就是我們處理的方式有幾種 第一個套餘像這個非常新鮮 你看這個 你看它頭身都分離 頭都非常新鮮 這個頭身分離的這個 就是他朋友處理好 你看這一隻 他頭閃閃 眼睛閃閃發亮 他要做的是要保持這個完整型的 所以保持完整型的話 你要記得就是 我們從哪邊開始呢 這是這一面對不對 有翅膀的這一面 這一面是肚子的這一面 對不對 對 從哪邊開始 我們從肚子這一面 然後呢 手指頭 手指頭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那個 透明的那個 對 它的那個骨 對 透明這個中間這個骨頭 對不對 透明這個中間骨頭 在這裡 在這裡這個透明中間骨頭 對 好 那你要從這個地方 手要進去 把這個骨頭抽出來 抽出來的同時 你後面這三根指頭 後面這三根指頭 去抓這個頭部 然後你要從這個地方 手要進去 把這個骨頭抽出來 抽出來的同時 你後面這三根指頭 後面這三根指頭 去抓這個頭部 然後這樣 把它整個這樣扯出來 等一下 再講一次 我覺得有點小複雜 來 來 你中間這個透明骨對不對 對 中間這個透明骨 我的黑衣服看得比較清楚 是 來 透明骨 這個透明骨 這裡我們先用這兩根指頭抓著 對 然後這三根指頭抓這個頭 後面三根 然後這樣 後柱頭 對 整個 一扯 對 就可以這樣分離得很乾淨 了解 就可以像這樣子 可以分離得很乾淨 就是這樣子一扯出來 是 那其實家裡面的媽媽 其實不需要那麼麻煩 對 那麼麻煩 就是一樣 一樣在她的背面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畫一刀 這個地方畫一刀 來 幫我們畫一刀 我們輕輕的畫 不要用力畫 不要把它畫開 把它輕輕這樣畫一刀起來 這樣把它打開 你就這樣把它打開 你這樣把它打開 是不是它裡面的墨囊什麼的 它都很明顯 全部都在這邊對不對 給鏡頭看一下 對 全部都在這邊對不對 還有它的 這個是它的籽 日本料理店也會吃這個 活的話也會吃這個 那個是什麼東西 它的籽 籽 對 它的海籽 它的籽 軟 軟 然後你就可以從這個地方底下 有沒有 這個透明這個底下在這裡 對 這個底下在這邊 你就這樣一扯斷 然後直接往上下拉起來 這個就完整的取出來 是 好棒喔 因為很怕說會把它的那個墨囊 給弄破 對 就會很髒對不對 對 就墨囊在這裡 在這裡 所以就其實是把它剖開之後 從下面往上抽 是的 然後你就是表面這邊 表面這邊把它化開 然後這邊就是非常乾淨 超乾淨的 然後你還是要洗一下 洗一下如果你要刻花的話 就是在這一面刻花 你如果在這一面刻花的話 它就捲不起來 所以是要在肚子裡面 對 你打開以後 在這個地方磕花 磕花以後 它一遇到就捲曲起來 就捲曲起來 那我還有一個題外話的問題 我想要請教老大 透抽跟花枝還有什麼什麼 那個 很難分 完全 我都覺得它們長都一樣 那全部都是頭竹類的 對 花枝它是比較橢圓形的 然後中間有一個白色的硬塊 很硬很硬的那個有沒有 然後它的須比較大 但是短 大且短 那個就是花枝 對 對 鬚比較長 然後身體比較修長的 那裡面是一個透明骨頭的 一樣是大型的 那個我們稱為卵絲 目前來講頭竹類最貴就是卵絲 卵絲跟透抽是卵絲比較貴 卵絲最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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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也叫 全部叫一咖 對啊 全部都一咖 全部都是一咖 一咖 黑記一咖 奇菜一咖 對 太發光了一咖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TACO 那個是章魚 章魚 它又不是屬於頭竹類 章魚我們知道就是頭大大 然後上面有腳 我們講頭竹類是 頭長在 頭的腳長在頭上 這個是它腳對不對 腳長在頭上 這個叫頭竹類 頭竹類大概台灣來講 分得比較細 大概六種 還有小卷 還有中卷 透抽 還有脆管 了解 好 謝謝老大 上到一刻了 厲害厲害 那接下來 它都幫你處理好了 真的耶 好好 這樣就省事多了 好 那接下來呢 閒事要教我們怎麼樣做這個 透抽 然後把油飯跟mix在一起 沒問題 那其實在做這個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要先就是醃製它 其實很簡單就是 弄好之後我們就先 先把這個透抽放進來 然後我們就是要泡醬油 醬油 對 醬油 泡醬油 好酷耶 然後還有 它沒有泡在裡面 它只有 它是在洗溫泉是不是 對 我等一下要幫它 它只有翻 它的頭在外面 它比較頑固一點 對 好 然後我們還要就是 薑絲 是 對 薑絲 米酒一大匙 對 好的 然後還有就是味霖 也是一大匙 每次只要把味霖加進去 我就覺得有一種 比較日式的感覺 對 台灣不用味霖的啊 台灣料理啦 台灣傳統料理不用味霖 因為常常有人問我們 我們在交做菜的時候 非常常常都很多人在問 就說老師 我家沒有味霖 然後我就不要放 我就放米酒可不可以 我就不要放清酒可不可以 我說可以啊 那這樣叫台灣菜啊 這不是日本菜啦 對啊 你要做日本菜 還是要用日本調味料 這是真的 好的 那這樣其實 你要泡多久 這樣要泡30分鐘 就放冰箱裡面 讓它浸泡 對 就順便再建議大家一樣 再建議大家一個事情 像它現在這樣泡 它也沒有辦法完全泡進去 對不對 所以大家在浸泡的東西 而且你看它醬油這麼多 是啊 我們可以省一點調味品 就是說我們把它改為用塑膠袋 用塑膠袋你放進去的時候 你醬油一大匙就夠了 不需要一整大碗 對 那你就是把那個塑膠袋綁緊 它是不是全部都泡到 對… 所以這樣又可以省一些調味品 也比較不會那麼鹹 了解 所以大家在醃漬的時候 用塑膠袋就好 製作單位改成那個 那個什麼塑膠袋 對 看好大家建議的 好 那我們有一個已經泡好的 泡了30分鐘 對 要泡30分鐘 想吃… 那其實… 其實這個也很簡單 就是我們只要把油飯 謝謝 我們把準備好的油飯塞進去好 但是記得在塞的時候 因為油飯它有時候會比較硬 對不對 然後我們在塞的時候 記得就是 因為它透抽的形狀 它好滑 透抽的形狀它是前面比較尖 它前面比較尖 然後後面比較寬 所以記得在塞的時候 不要一次就拿一大坨 這樣會塞不進去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 可以先捏一部分這樣子 小小的 小小的 然後塞進去 然後塞呢 你要不要湯匙多用筷子 沒關係 就是 不要嗎 不用手就好 最後才用筷子 對 最後 對… 其實基本上塞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從旁邊這樣 慢慢把它這樣擠壓進去 就是慢慢從旁邊這樣 就是把它推進去推進去 有一點灌原牆的感覺 對 其實有一點灌原牆的感覺 那需要一點耐心 對… 但我覺得不要擠太滿 對 不能擠太滿 它不是要享受一種爆漿的感覺 因為你太滿的話 它一針的話 它會縮 它會縮就會爆開 對… 你真的說它會縮 對 它就會爆開 那你不要擠太滿 好 不會 剛剛我們剛剛提到很多 什麼花枝套題物這些 其實雖然說我們分很多 但是營養價值上面 它都是屬於低子高蛋白 所以其實這一道 如果真的很想要吃油飯 但是又怕胖的 我覺得倒是用這些所謂的 這種投注類的東西下去入菜 它反而熱量其實是低的 可是如果說有 是不是痛風的人不行是不是 可以吃 因為以前早期是說 膽固醇高的人不能吃 膽固醇 對 但是現在其實已經顛覆 大家的想法了 因為這個雖然說 本身膽固醇稍微略高 但是它飽和脂肪酸是很低的 所以中和起來其實 只要膽固醇高的人 其實適度的吃都沒有問題 比如說多少 比如說像我們這樣一條對不對 如果是你一個大人成人的量 大概是半條 其實在一餐裡面都沒有問題 OK 那其他塞好就是差不多這樣 這樣就完成了 對 然後再放到那個電鍋裡面 你不用封起來嗎 用牙籤 用牙籤 對 要用牙籤 用牙籤把那個口封起來 要不然你一煮的時候 它會散掉 米飯會出來 像做這樣的東西 除了用糯米飯以外 你可以去塞一些根莖類的東西 還有泡菜的東西 都可以塞進去 泡菜會搭嗎 先煮熟 先煮熟 然後我們用就是根莖類泡菜 譬如說廣東的那種蘿蔔泡菜 你知道嗎 蘿蔔泡菜 然後小紅瓜泡菜 什麼塞... 不是韓國泡菜 韓國泡菜也可以 就廣東泡菜那種酸酸甜甜的 塞進去以後 也是把它縫起來 就是用牙籤縫起來 然後去冰鎮一下 到時候切下來吃 比你塞油飯更好吃 而且熱量更低 因為裡面塞塞塞 油飯熱量是比較稍微高一點點 對 我們把它封起來之後呢 就把它拿去顛過蒸 是的 那你外國要加幾杯水 一杯水 因為它就是 剛剛靠島講 就是因為它還有生死的部分 所以就是我們外國要加一杯水 其實這樣會比較好 一杯水大概20分鐘 一杯水大概原則上是20分鐘 OK 好 蒸完之後 我們有成品 我們剛剛已經先蒸好囉 很漂亮耶 就跟日本的火車便當一樣 對啊 很美很美 這兩道我自己都很難抉擇了 不過呢 當然今天柯老大來到現場了 就一定要讓它用剩下的食材 沒有用到的食材幫我們做料理 今天其實食材用的還算滿多的 今天有了透抽嘛 有油飯嘛 還有一些豆腐 但豆腐是碎的 碎豆腐 因為它挖出來的 對 我對這三樣 加上面粉 雞蛋做 大阪煎餅 今天有了透抽嘛 有油飯嘛 還有一些豆腐 但豆腐是碎的 碎豆腐 因為它挖出來的那個 我就是三樣 加上面粉 雞蛋做大阪煎餅 你是說大阪燒嗎 對 你大阪燒 那你最要拿下來PK嗎 小朋友一定投你的 我可以PK嗎 他們能PK 不行啦 PK我們 對 你們有什麼好贏面的 他們完全沒有算算 真的 好 那我們就要來看柯老大 用剩下的食材 做小朋友之外的大阪燒 我們每次最期待 就是柯老大幫我們示範 用我們剛剛沒有用完的食材 要變出一道新的料理 所以今天要幫我們做的 就是大阪燒 對… 剛剛我們有講嘛 我們剩的食材是油飯 還有碎的豆腐 它挖出來 還有剛剛我剛殺的那一隻透抽 透抽 對… 剛殺的這一隻 透抽 對 這個東西我們就拿來以後 其實我會認為就是說皮保留著 我不曉得那個 我喜歡皮的口感 營養師 因為台灣人不愛皮的口感 會塞牙縫 但是我知道我看過日本的那個厚生省 就是他們的那個厚生省 厚生勞動省 對 他們有個報導就是說 含著皮吃才能消膽固醇 真的假的 就是他們那邊的報導 但我不曉得正不正確 其實日本報導很多 因為包括他剛剛那個囊 其實他們發現那個墨汁 也有養生的功能 他們有的人會把它做成保健食品 對 其實他們發現它那個可以 降膽固醇 那西方的料理 那什麼墨魚飯 就是用那個墨汁嗎 就是用墨汁 對 這就是我們剛剛膽固醇 對 那一定要新鮮才可以 新鮮才可以 新鮮的話它就是非常好 是 你看這個就是 我們隨便這樣畫一條一條 這樣就好了 我是臉皮 我只想要買你手上那把刀 感覺很厲害 感覺那刀很厲害 還在研發當中 還在研發當中 好 我現在把這個油飯 跟透抽放在一起 對 然後準備一個大碗 然後把它放進來 放一半 好 把它放進來 你看 好 這個油飯的量 其實無所謂 這邊大概就是一碗多一點點 然後我放一整條透一透 其實這個歐功能麵可以吃四人份 是 然後這是剛剛 歐功能麵器很有飽足感 對 很有飽足感 所以日本人不是裡面有加炒麵的 對 也有加一些 就是有廣島燒 然後看你是關西口味還是關東口味 對 因為是來這邊是限制是 只能用他們兩個剩價錢 如果在家裡面的話 我肯定加一堆高麗菜進去 是 對啊 因為才有口感 對啊 肯定加一堆高麗菜進去 補充膳食纖維 對 因為來這邊有限制 是… 但是確實吃完 吃油飯 確實應該要搭配一點蔬菜 第一個 我剛剛提到 油飯確實會讓餐後血糖比較高 也比較容易肥胖 但是如果你搭了膳食纖維 高的蔬菜的話 它可以穩定血糖 又比較容易讓你有飽足感 但是熱量又可以降低 了解 對 好 你看 我現在先把它整個拌出去 我也不要調味 都不需要調味 不用調味 不用調味 可是透Q沒味道 第一個油飯有味道 對 然後油豆腐沒有味道 透Q沒有味道 透Q只有一個鮮味 我最後再淋醬 對 我現在就不調味 了解 然後這個呢 重點來了… 這啥 這就是麵粉加雞蛋加水 麵粉雞蛋水 這個調成怎麼樣 調成這樣子稀稀的就好了 比例…怎麼知道 比例我跟你講這麵粉大概如果是 60公克的麵粉的話 就剛好一顆雞蛋 或者你1比1比2都可以 OK 就是一湯匙的麵粉 一顆雞蛋 然後再兩湯匙的水 了解 好 因為這主要是怎樣 就是要讓它聚合在一起 沒有其他目的 它是要黏稠把它黏起來 對… 這就像我們在外面看到大阪燒 它也是要一個醬 然後把它mix在一起的那種 但是這比較健康 因為你如果外面有的 用太白粉的話把它不好 對 太白粉 那我們今天用蛋黃裡面的 軟磷子把它聚合在一起 對 然後 剛剛營養師不是講蛋白質不夠 植物蛋白質 動物蛋白質都有 對 然後這樣把它拌在一起以後 然後這時候鍋子把它燒熱 鍋子燒熱 然後放油進去 我是真的建議在家裡面的話 加一點高麗菜真的會很好吃 那是因為你今天沒有食材 不是 因為我來這邊都被限制 只能用他們兩個剩的 你是大師耶 如果我們讓你什麼都可以用的話 那就不叫大師啦 對不對 對 大師就是要 就是要幫你在有點艱難當中 你要變出美食 好 然後加一點油進來以後 這樣就把這個整鍋這樣子 加進來 是 整鍋加進來 然後記得 那時候你不要太大的火 大概中火就好了 然後放進來以後 鋪平嗎 再來 你怎麼知道鋪平 對… 鋪平… 我們把它變成那個圓餅狀 把它變成圓餅狀這樣子 變成圓餅狀 然後你不要急 你把它變成圓餅狀這樣就好 對 我們都在想說什麼時候可以翻 很多人這時候翻的話 肯定都變成碎掉 對 因為它還沒凝結在一起 對 所以你要帶它什麼時候呢 很簡單一點 大概就原則上是兩三分鐘以後 大概兩三分鐘以後 然後你咬你的鍋子 對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用不沾鍋 對 所以你咬你的鍋子 這個鍋子 整片這樣滑動的時候 就表示你那時候才能翻 不要太心急 然後這樣子 它可以搖晃對不對 你看它可以搖晃了 好 這時候我們就用鏟子 鏟在它旁邊 然後就這樣翻 翻過來 OK 如果你不會這樣翻的話 沒有關係 你就準備一個盤子 對 你就把它倒在那個盤子上面 對 然後再扣過來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不要硬翻 要不然硬翻的話 可能都在那裡 在地上 另外一面也是一樣 大概煎到什麼程度 煎到你聞到那個酥香氣 了解 它會有點 對… 如果說你希望它裡面那個 更泡泡 更好吃 其實多加一顆蛋會更好吃 然後記得起來的時候 如果你家裡有什麼海苔粉 什麼的 撒下去 柴魚 柴魚… 沒有 問題是柴魚 柴魚粉比較少 對 你柴魚的話 你上面還要放一些 有美乃滋之類 你才可以 它裡面常比較會有的 大概是什麼 山島香鬆之類的 對… 那種香鬆類的東西有沒有 你就可以撒上去 了解 對…而且那個礦物質也比較多 你看這樣就煎好了 對 幹嘛 這是比較簡單型的 是 簡易版的 簡易版的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切切 我們就把它順著這樣子 把它化開 化開這個油飯 厲害… 這吃完超飽的 這超有滿足感 對啊 以你這一道的那個 應該營養價值滿高的 其實通常如果是大概 因為剛剛其實可好 大家如果切四分之一片的話 大概其實是半碗飯的熱量 對啊 對 所以其實差不多 是 這個就是一顆蛋 對 一顆蛋這樣子 然後 美中不足就是沒有高麗菜 沒有高麗菜 對 對啊 如果你有高麗菜的話 對… 我把它端起來… 然後呢 而且我裡面好想要加紅蘿蔔絲 會這麼漂亮 會很漂亮 而且都兩個顏色 烏骨糯米雞就是什麼都可以加 對啊 什麼都可以加 所以你現在把它切好以後 這樣子一片一片這樣子 對 打開來 然後淋一點醬 或不淋醬也可以 是 其實油飯的那個鹹味 其實已經夠了 完成了 Yeah 我們待會兒當然也 科老大的料理也要一起試吃看看 不過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呢 我們今天閒置帶來的 透透油飯圈 要PK如芝芝的清蒸小油包 到底誰會獲勝呢 接下來就是評審時間囉 Yeah 好 到了我們試試跟評審的時間啦 當然是 剛剛是誰先做 芝芝先做的 不過以你剛剛吃了 你覺得哪個要先吃會比較好 要公平 我覺得那個 鹹芝的可能要先吃 因為它的味道比較沒那麼重 因為芝芝有番茄醬 對 有番茄醬 好 好 那我們就先吃鹹芝的 先吃這個小碗的好不好 小碗的 開動 開動 你看每個都一口 有沒有 每個都一口 餓到爆炸 對 好吃嗎 人生大表情為什麼怪怪的 吃完呆滋 人生大表情為什麼怪怪的 吃完呆滋 沒有 整個 你怎麼了 什麼意思 沒關係 我們不勉強你 我們沒有關係 魷魚太鹹了 他說外面那一隻 你不喜歡醬口 你不喜歡重口味的 你不喜歡重口味 好 那沒關係 我們換吃下一道好不好 換吃這個 對 把這個 把這個放旁邊 他先用那是玻璃的 好 快點 開動 開動 真的耶 大家現在都比較餓 超餓的啊 很多都一口 大家全部吃完囉 這個是不是也是外面那隻太鹹 不會 這個就沒有呆 這個眼神就沒有呆 對 剛剛眼神空洞 他剛剛是穿這樣 對 對 他不知所措 無所事 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還在想吃 好可愛 好 吃地府好出嗎 好吃 好 慢吃 好 我們請 依依來先幫我們預測一下 我覺得兩個都滿入味的說實在 而且吃起來滿清爽 因為一般油飯其實有一點負擔 但是今天這樣烹調的方式 反而它熱量是低的 但是多一點蔬菜確實會比較好味 那我個人覺得啊 因為剛剛那個豆腐跟那個油飯一起吃 我覺得那個口感很濕潤很好吃 而且很好入口 對小朋友來講 有可能他會獲勝 那他其實先自那一道啊 我覺得他比較乾一點點 比較適合大人 比如說你要配啤酒啦 然後偶爾下酒菜是OK的 但自自那一道 其實我覺得全家大小都適合吃 那他口感上 好 對 就好大咧 我認為豆腐那個會贏 真的啊 因為我剛剛講過就是 因為他們在吃的時候都是放涼的 那這時候就看誰的保濕度比較足 對 誰的濕度比較足 他的口感會比較好 小朋友可能會怕有點乾乾的東西 對啊 好 那我們就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你已經Lost掉一票了 因為Star一吃完就 傻眼就困惱 整個傻眼對不對 好 不如我們就先讓Star來投票好了 好 來Star來 你拿著寶寶來 好 右邊那個是豆腐喔 左邊是你剛吃了就呆住的那個喔 不能吃那個 沒有啦 左邊是那個 外面有 有海鮮 這是剛剛吃 有一隻 有一隻 有一隻生物的那個 很難形容耶 就是 右邊的那個有番茄醬 左邊是沒有番茄醬 懂嗎 好 好 那去投票 換番茄醬 對 惡化不做一定投這個啦 好 換Steve 那你決定要投誰了嗎 決定了 好 那你去幫我投票 喔 喔 兩票了 真的耶 兩票了耶 那 樂樂先來好 融融你最後好不好 好 好可愛 樂樂 你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我相信你應該不太清楚 這邊有豆腐的 好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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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決定你比較喜歡哪一個了嗎 有決定了嗎 那先不要跟我講喔 有決定了嗎 好 那你去做菜 還有吃 有豆腐的 他懂耶 他知道耶 他知道耶 我看以為他分不清楚要換融融 好可愛 你趕快生一個 趕快生一個 生一個 生一個 你們兩個都那麼喜歡小孩 好可愛 好 融融 你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 知道 確定 好 那你哪一個是哪一個 不知道 那個是番茄醬 那個是番茄醬 你看每個小朋友在形容食物 其實都不一樣 他一段的標準都一樣 那個是有番茄醬 一個是沒有番茄醬 那你喜歡番茄醬嗎 喜歡 好 那你去投票 結果竟然 這次得到了4票耶 誰都要脫那個番茄醬的服 我覺得不是 真的嗎 因為我覺得 是口感 對 我覺得口感 我覺得那個水分是包起來一個 那個很好入口 其實那個套天那個 其實應該是 如果你不要把它那個湯拿起來 有沒有 然後再切 為了做造型 是 如果你是泡在那個湯裡面 那醬油不要放那麼多 你泡在那邊的話 你不一定會輸 就是讓那個口感濕一點 我覺得閒事也不要傷心 因為你內到雖然輸了 但是我們可以帶回家當下酒菜 對 媽媽 那個很好吃喔 那個 對啊 最後 我們結尾要來吃一下 我們柯勞搭今天做的 Oconomia醬 對… 這是大飯燒 來… 吃吃看 這個就是有把那個水分 把它鎖在這個裡面 謝謝 用那個蛋跟麵粉 那個麵糊把那個水分鎖住 那這樣的話 它就會比較濕潤 會比較好吃一點 好吃耶 因為我以為 你知道用那個油飯 它已經有點冷掉的感覺 可是它油飯跟那個豆腐 對 就有點類似像芝芝那種 用豆腐去把它保濕的感覺 因為它有豆香 那你麵粉跟雞蛋也是幫它保濕 非常好吃 對 那是煎好久了 如果剛煎起來 那外面酥的時候 裡面是嫩的 而且它可以吃得到這個 泡突的鹹味 對 但是我跟你講 真的如果有高麗菜的話 記得 如果你家有高麗菜的話 把高麗菜加一堆進去 會更好吃 會有口感 如果有高麗菜 就有泡突的Q度 然後有高麗菜的脆度 對… 而且高麗菜也甜 然後水分很足 主要水分很足 然後以營養的觀點來講 你澱粉也有 蛋白質也有 就是缺蔬菜 其實這個比較適合當點心 如果蔬菜香去 確實可以當魚肉 但是你不要加番茄醬 你吃蔬菜 我覺得它有鮮味 因為加了這個泡突 反而它這個味道是有出外的 好 配合大料理非常好吃 今天當然這一集也恭喜 芝芝以4比0大獲全勝 Yay 賢芝下次要加油喔 賢芝 好 就是魚要下次見囉 Bye Bye